明星期一次 你不要妨礙我 今天影音市團所扮於花墟時節 連銷貪位 有金句輝春 得而自家, 真是利是福 將上帝福氣帶給廣大市民 再不去就沒有了 農曆新年, 很多人都會逛年宵 今年影音使團創西電視 亦都很想趁著這個喜慶的節日 和大家開心過年之餘 還在每年特別製作的福音可睡劇 百福臨門之神來運到帶給大家 農曆新年其實是中國人 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很重要節日 特別的地方就是 家家戶戶都會互相恭喜 為甚麼呢? 是因為大家都想有真正的福氣 其實《創世電視》 在這麼多年來 每年都有一個百福臨門的報導運動 今年的百福臨門 趙人都會有 同樣地我們會有廣東話和國語 我們希望不單止祝福到香港的鼎姐妹 還可以祝福到全球的華人 行花市除了你看到花和雞的產品之外 來到影音市團的攤位 你見到的產品 絕對是獨一無二 也很有意思 在這麼多款的賀年禮時封裡面 其實最受歡迎就是這款 《皮佛得能力,肚餓得雞翼》 因為今年是雞年 還有我們同工 讀了很多晚 都是想一些很貼地的福音 金句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很受歡迎 因為很好笑 第二就是這個 《愛事不保留,在乎誰接受》 你會見到其實雞 都連自己的命都奉獻了 就好像耶穌基督為了我們 都是奉獻了自己的生命 在賀年禮時封裡面 除了攝錢之外 其實都可以放這個輝春貼紙 就會令你送出去的禮時 多一重意義 除了有這麼有心思的禮時封 還有其他精選產品給你選購 今個新年,你有多一個選擇了 《創世電視》這次走入社區 當然也要把握機會 跟人分享上帝的福氣了 今年我們的巴伏尼門 神來運到的派福大行動 也來到這裡 我們想派給每一個攤位的店主 讓他們在花式期間 也能夠充滿祝福、充滿喜樂 我們現在要行動了 我們在創世電視 祝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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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最新的福音台 上聽見八福臨門 好… 所以也想祝福你八福臨門 好,祝福你 祝福你 新春派福 很需要你們一起參與和支持 快點叫你們親友 來到花虛年宵市場 57號影音市團攤位 如果你也想迎獻 八福臨門之神來運到福音光碟 送給朋友 可以打來2209-6280查詢 賀年歌,你就聽得多 但有福音訊息的賀年歌 你有聽過嗎 這個農曆新年 創世電視就將三首賀年歌 帶給大家 讓你一邊聽歌 一邊的福氣 由耳朵流入心裡 因為你贊助你 世界天保證你 今年創世電視製作了三首賀年歌 分別是有福氣、福杯滿屋 共事,共事,共事,共事 和喜上加喜 而作曲部分 都是出自音樂製作人江輝的首筆 賀年的歌曲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經典 很好聽的賀年歌 但真的有基督教的意思 賀年歌真的很少 所以是頗特別的一件事 要別樹一格 江輝在作曲上都搞搞新意思 既有新年氣氛 又有流行元素 即使賀年歌 我想和現在的流行曲 接近一些 如果以賀年曲 來講 喜上加喜 算是一首很特別的歌 因為裏面是沒有賀年結束 有料你的愛 我的愛 有他的愛 聖就代我 喜上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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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奇怪 當歌詞加入了之後 感覺出來了 喜上加喜 喜上加喜 賀年的氣氛 完全有了 因為其實是花學作用 是旋律和歌詞的發學作用 經過一番努力製作之後 其中一首賀年歌 有福氣 率先送出給大家欣賞 而這一日 主唱的薛家燕 歐慧倫和歐陽得分 還在電台節目和聽眾分享 他們錄音和拍攝MV的感受 我很享受那個過程 很享受 帶著我家燕媽脈術中心 和我一起拍攝 他們都感受到那種溫馨 那種溫暖 那種愛存在 所以每次影音視團叫我參與 我都覺得應該要 就算點忘也好 都會度其力支持去參與 特別想想你的歌詞 唱的時間 那種溫足 那種神美的愛 那種溫足 特別很希望 將有福的歌 如果觀眾聽到 或看到 跟他過往一般 認為中國人的福氣 除了有錢 家庭、幸福之外 希望能夠將主意的愛 帶給大家 那種福氣才是無骨無盡 感謝今次台前幕後 參與創世電視賀年歌的每一位 盼望主的愛 透過賀年歌 帶給電視機前面的你 敬拜你贊重你 世界片寶珍你 世聽你仰望你 信靠你有福氣 祝大家新的一年 有福氣 祝你百福臨門神來運到 1月21日 一班演藝人 嘉賢媽媽藝術中心的小朋友和家長 聯同義工 一起由創世電視大本營出發 途經觀塘、旺角 尖沙咀 在花車上 和廣大市民拜過早年 衝西電視 恭祝大家 萬福臨門 主要是 新年都希望喜喜揚揚 透過神可以帶福音給大家 第一次可以坐巴士 跟大家說 我是基督徒 大家祝神祝福你 所以這次的經驗 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 我們今天是基督徒生大學校 誰信主動 很信主動 在等你們做我們的弟兄姊妹 到底他們這麼開心 是派甚麼呢 原來是我們的新春賀歲劇 百福臨門之神來運到光碟 以及新年輝春 幾位演藝人 今年還參與了三首賀年歌的製作 希望透過樂區 讓市民不要錯過認識福音的機會 我參與了這首歌 有福氣的製作 第一次跟嘉燕姐合作 很希望在今次的花姐傳友 可以帶到神的福氣給全國市民 其實不同的電影 或者福音歌 都可以將神的愛傳出去 也是一個最快的渠道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看電影 或者聽歌 今次可以唱賀年歌 又有氣氛之餘 還可以傳說神的福音 其實很多市民會回應我們 跟我們說嗨 又會看看我們 究竟巴士在上面貼了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直接的交流 剛才有些會問那個碟是什麼 我們趁機又會介紹一下 創新電視 又會講一下福音 有份參與拍攝賀歲劇的演藝人 雲天照就說 已經想好 如何透過這隻光碟 祝福身邊的人 將會約了一群 我在我住的地方 一群狗的朋友 大家都養狗狗的 會去我家吃飯 蜜羅僅姑買了一些 預備炮製給他們吃的菜式 在那一天 我就會 哇 這隻是怎樣的 影音節團祝大家 新年快樂 喜上加喜 跟上加今 這套劇是百福臨門 神話運動 裡面的劇情 是告訴別人 有神在你的家庭 有神在你的生活 有神在你的生命當中 其實已經是很好的了 勝過一切的物質 通過在不同的區域裡面 唱歌 派出這些點 也要祝福大家 在新年裡面 夢福夢恩 希望人們 及早拿到這件事之後 他們就有足夠時間 可以在年三十八 年初一 跟家人一起 來分享這個福氣 除了他們拿到自己看之外 希望在新年的時間 他們可能有一個聚會 或者有新的朋友 去探望他們 趁機開聚的點 大家一起看一下 把福音可以大家聊一下 在裡面究竟 耶穌福氣有多大 百福臨門之神來運到光碟 除了有賀歲劇 還有香港大學 雲譽教授 陳耀蘭對民間信仰的講解 讓你可以更容易 跟長輩打開話題 如果你都想應獻 福音光碟送給朋友 可以打來 22096280查詢 創世電視 祝福大家 百福臨門 神來運到 耶 如果你想支持 創世電視的福音製作 又或者想緊貼我們的 最新消息 都可以打來 3086048 又或者 點進我們的Facebook 在這裡祝大家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青春常駐 龍馬精神 身體健康 福杯滿藥 百福臨門 下集創世情報站再見 拜拜 五月十六 六 五花 五花 六花 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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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